前車是怎樣可以發出訊號叫你超越的嗎? 沒有的嘛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國際 嘿大家好,我報了考車 你們是不是很害怕呢?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已經報了考車 或者打算考車 或者想知道考車的題目是什麼 如果是的話,你們看我這條影片 就不多不少都會有心得的 我知道你們聽過這個消息 一定有很大的反應 我只不過在IG story那裡出了四個大字 這個是我的IG,請follow一下小弟 大家都立刻又為了自己的安全著想 都有為我的安全著想 有很多觀眾朋友都會在IG的INBOX 我留一些類似這樣的字句 要不就他不會去那頭 要不就叫我不要禮害社會 你們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不過呢? 千萬不要留言回答我 在心中這些事情 但我想說你們是打擊我不了的 我認為學車這個技能是很重要的 考車有這麼多關 第一關當然是筆試 說到筆試,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都有兩個說法 要不就說 弱智才考不過 要不就說 弱智也考得過 總之兩句說話分別很大 想表達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就是一定考得過 但當我認真地看一看這題目 我就發覺 不是,其實也挺難的 這一本 就是我一部考車的時候 他就給我溫的 這個就是考試題目 他說 那我打開第一頁 就已經有整班阿叔 排到好像一個保齡球瓶 在這裡歡迎我 不是那麼好意頭嗎? 保齡球瓶 一下子撞散他們 那裡面都是這些 就是那些路牌 或者是那些模擬情景 很多 裡面其實都挺好笑的 我就把它分了幾個大類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考慮車 如果你們考慮車的話 你應該跟我有點共鳴 第一類 我叫他做龍門任你擺類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示 就是有一個比較大的人 拖著一個比較小的人 他有三個選項 A 前面有行人在行車道上 B 小心兒童橫過馬路 C 前面行人過路線 OK 那你有一個這麼大的人 拖著一個這麼小的人 老年都會選擇這個 小心兒童橫過馬路 答案是 前面有行人在行車道上 這個不要緊 最重要的就是 揭多兩頁 我看到一個標示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有一個人 拖著一個沒有剛才那個小孩 那麼小的小孩 OK A 小心兒童 B 學童後車處 C 小心兒童換灑 他這裡就真的是小心兒童 兩個這麼相似的告示 但就是在說不同的東西 對於一個要記考車題目的人來說 未免太殘忍了 好 然後這個 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人和有一輛車 很明顯就是有些碰撞 那麼他的答案就是 A 小心行人 B 行人止暴 C 讓路給行人 那麼他的答案就是 A 小心行人 但是之後就遇到一個這樣的告示 你會見到裡面的內容幾乎是一模一樣 只不過由長方言變成三角形而已 那麼他的答案就是 A 行人以外交通黑點 B 小心行人 C 小心兒童 OK 那我看到有個小心行人又和旁邊的樣子是差不多的 那不用問 我一下就選了小心行人 但是答案竟然是行人以外交通黑點 Y 是不是想陰死我這些人呢? 然後就是下一類 當我按鈎類 我是真的覺得他當我是按鈎才會這樣問 如果我考的時候就是錯了那些當我按鈎類 我不會告訴你們 第164題 下列哪個情況是不合法的呢? A 車前擋風玻璃不貼上行車證 B 在繁忙的路上慢洗 C 前車發出信號叫你超越 但是你不遵從 應該不會有人覺得在繁忙的道路上慢洗是不合法的吧? 因為我就是那些人 你好趕嗎? 我一般而已 安全好一點 機人 前車發出信號叫你超越爬頭 這件事我也是想不到 前車是怎樣可以發出信號叫你超越的? 沒有的嘛 哈哈哈哈 那是犯法嗎? 哈哈哈哈 當嚴重交通以外發生之後 應該 A 移動傷者 B 派人求助和看守現場 C 等待救護員到場才移動傷者 大家 答案是什麼?你覺得? 先看看 那答案就是這個派人救助和看守現場 雖然我不知道好好的我怎樣派人 他們當個個都老闆 但是應該不會馬上移動傷者 這些問題真是當我弱智的 這些 我很喜歡255這一條 首先說一說 在我旁邊的是我的吉他學生 兼這個EG大國仔的 兼職剪片師 他是一個考到車牌的人 當在晚間行車時 B 受迎面車輛的高燈影響 不是連燈高燈那些 高燈就即是那盞撐死你的燈 有些人看起來好像太陽拳一樣 就是他開了高燈 A 響號通知迎面車輛的駕駛者 B 亮著這個高燈向前直駛 C 不要凝視 將車輛靠左邊慢駛 或者如果有必要的時候 隨時準備停車 OK 他這裡給了一些很好的選擇 答案當然是C 但是響號通知迎面車輛的駕駛者 都是比較有火藥味的舉動 即是你撐到我 我呼救你 又或者BOY 我直接射回來 大家鬥射 而我是會很想跟他鬥射 接下來這個類別 就是打破生活習慣類 你會發現是完全和你的生活習慣 脫鉤 綠色人像閃動的時候 表示什麼呢? A 應該在馬路邊的行人路等候 BOY 可橫過馬路 C 應該趕快橫過馬路 答案當然是A 應該在路邊等 但問題是全世界都會趕快走過馬路 這就是你考試知道的答案 還有你出來應用根本就不實用 你想想你是一個考車的司機 你很相信這本書 這本書就寫著 那些綠色的人在閃動的時候 全世界應該在路邊的行人路等候 你駕到車出去 然後綠色一閃 你會不會立即覺得這個馬路很危險 他應該趁早就告訴我這個世界是殘酷的 正確答案應該要寫 鷹在馬路邊的行人路上等候 但一般市民都會趕快地橫過馬路 這樣將來我駕駛出來才不會感到意外 洗近交通燈前 燈號轉黃 司機應該怎樣? 這題王子華都說過了 A 盡快駛過 B 慢車及準備在停車線前停車 C 立即停車 那答案當然是boy 我猜想坐立即停車 但又是 全世界的司機都會盡快駛過 你說是不是很危險 當然啦 當你真的駕駛的時候 麻煩你停車 等一下又說我家為小朋友 但也不能全面罵他 有些我覺得是很有必要的 你一定真的要認識的 例如這個標誌代表什麼呢? A 就是速度限制 B 行車速度限制中止 C 行車速度需要超過50公里 這個是我覺得有需要認識的 因為我坐車過這個高速的時候 我也是在想 到底他是說 你最少要走50公里 還是你最多要走50公里 這些是真的要知道的 那這些我就覺得很有用 好 先說一下 然後下一類就是 爆笑情境模擬類 我是想不到為什麼他可以這樣模擬情境出來的 交通以外有人受傷 又或者財物受損的時候 駕駛者 A 必須立即停車 B 不用停車 但需要在空間時通知警方 C 必須立即送傷者到醫院 那答案就是一定要停車 但我正在說 如果有人選B的話 也挺好笑的 不用停車 但在空間的時候 就跟警方說 那不是不用停車 我一直都很難忘 我撞死了幾個人 但我沒有空 當你發現後面的車輛 意欲超越你 即是爬你頭的時候 你應該怎樣 A 加速不讓對方爬頭 B 立即靠左停車 C 駛入讓車柱 或者繼續向前慢駛 好笑的 首先答案就是 你要駛入讓車柱 或者繼續向前慢駛 但其實最棒的是 A 加速不讓對方超越 哈哈哈哈 立即變成鑾車 哇 那以後爬頭就是鑾車的訊號 我知道 這個我很喜歡 消防局門前亮起兩盞紅燈 有閃 代表什麼 A 有消防車駛出 B 有消防車駛入 A和B這些很正常 但這裡有一個叫C的答案 這個C的答案是很正的 而我也很想選擇 就是消防局裡面有意外 即是那些基地的 受雜面之危險警告的燈 如果有人認為消防局門口 那兩盞紅閃燈 就是告訴你消防局門口要爆 都蠻厲害的 都真的不要考車那個人 如果你看到前車發出右轉的訊號 即是前面的車要轉右 你將會 A 加速從左方超越 即是你轉右 等我一下就向左標 我完全不明白這個行為 B 減低行車速度 C 在前車右邊超越 即是你要轉右 等我在右邊爬你頭 這些就是若然20條答對 但只是坐這條都真的要fail 好恐怖 當你想要左轉的時候 迎面有一輛車想轉入同一條路 應該怎樣 A 撥救他 B 你有優先權駛入 C 想一想 之後撥救他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答案 是不是想笑死我 想一想想想什麼 想一想想想想什麼 想一想想他多久 到底他不下車打我 接著這個就是冷知識淚 我覺得是學到東西的 大過兒子 這個是我之前完全不會留意的 就是交通燈 即是車看那支 紅燈 下一個顏色是什麼 這個我真的完全不會留意 我以前就是黃 紅原來就是黃 但原來不是 原來紅燈之後會紅黃燈 然後變成綠燈 但綠燈之後就不會是黃綠燈 之後就會黃燈 然後就變成紅燈 這個真的不考車不留意 然後這就是真的有需要溫習的系列 車輛是正常的天氣 緊急的情況下煞車 地面留下一條20米長的車輛痕 那時候行車的速度是大約 A40公里 B60公里 C80公里 這些鬼知道嗎 那答案是B 那我自己有一點心得 那條車輛痕20米長 那我就會把那條車輛痕乘2 就是它的行車距離 最初就是這樣 然後碎了 發覺原來是要乘2之後的大一個數 譬如這條40、60、80 你乘2就是40 大一點點 60 那通常都對 我這樣想的 大家還沒求證 但我這樣搭真的都對 又來了 古惱恐怖 這些真的怎樣都不懂 在天色晴朗和乾爽的路面上 一位反應正常的駕駛者 需要多少的停車距離 去煞停一輛時速80公里的車 A 20米 B 35米 C 60米 那答案呢 是C 60米 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不會補配了 那除了温書之外 還可以下載一些APP APP都有模擬考試做的 那還有一些上網 一些官方網頁 那我之前就做一做 那我告訴大家 我一開始做的時候是怎樣的 洗過水浸的街道 你應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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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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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